人不一定时时都这么健康 不过人生有它 就必定有平安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 无论路途有几年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 恩与同路人 今天就很特别的一个机会 很短的时间我们又安排到有一个访问 就是有位香港路过的嘉宾 也都透过我们的同事的安排 就来到我们当中 来到分享一些的讯息 我们的嘉宾都很特别的 我相信因为他做的事 亦都是显明了他在生命里面 原来有一种的热成 来到去关顾有些有需要的弱势的社群 今天在我们当中的牧者是林郭章牧师 林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很开心 我认为这么短的时间 可以抓到林牧师来和我分享一下 他人生的使命 和他自己一些在事工里面的灵兽 也都看到他生命成长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比他很丰富的 手头里面都曾经找过少少的资料 就说到林牧师是一个睡街的牧师 为什么那些人不是这么有趣 叫你做一个睡街的牧师 有点典故 没什么的 因为大概五年前开始 我就去到香港的深水堡 天桥底那里 去服侍那里的牢宿者 我们最初就打算 不如我们就找一晚 逢星期二晚 我们就在那里睡 就在那里过夜 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 星期三、第二天的早上 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去处理或者去解决 所以最初有些传媒来访问的时候 就标签了我这个睡街牧师 正如说 就是睡街牧师 是因为你陪伴一些老宿者 一起在街头里面度过 其实你背后的使命是怎么样 你是能够去帮助他们 或者一起来体会到他们的生活 是不是这样 其实原初就是因为 由于在2012年的2月 就发生了一件我们叫做清场事件 政府有一朝有六个部门联合行动 就去到桥底的地方 就早上大概八点叫醒他们 嗯 就将那些老宿者和他们的物品 嗯 就分隔开 接着就将他们的物品 将他们所有的东西 就丢上垃圾车 是 就发生这件事 很多社会上的人都很关注 那特别是我自己 和我教会的弟姐妹 嗯 那我起初的构思 就想着 發展一个这个 佔领深水埗的行动 嗯 去那里24小时扎刑 就是保护那里的那些 毛家者 露宿者 是 但是呢 在行动前两天 我自己亲身去 視察过 是 水淨河飞 可能因为清场之后 嗯 那我就 心里面想 都不用搞那麽多事情了 或者不用搞那麽大 是 就是每晚来看一看 就算了 因为我们想着这个行动 会在 教会 我们叫大齋期 就是受苦截前的40天 那我们40天 去到那里当中 是 后来我心想 就是我们每晚来兜个圈 就算了 是 那所以就不是说 我们有什麽 偉大的计划 去做什麽的 那谁不知 那我们第一天 行动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他就 就是 可能他听到我 原初那个 扣相 就是说 是不是在那里扎刑 在那里睡 那他就每五分钟 就当众 就问我 啊 牧师你今晚在那里睡 那 那其实我就想走 牧师你今晚在那里睡 那 就原来呢 他是想找我 聊聊天 是 是 那 就很想我在那里睡 就陪他 可以在公园那里聊天 所以那晚呢 我们都聊到四点钟 那 那 就 至此之后 我觉得在那里睡 就是 就是 都 有意思 那 其实我们初初这个行动的时候 呢 我们真的完全没有经验 没有概念 但是呢 在这个祈祷当中呢 我是很相信 经过这四十日之后呢 上帝呢 会有 信息 有指示给我们 应该怎样做的 那 所以我们是 选择了象征式 那 星期二晚呢 我们就留下在那里 过夜 是这样的意思 是 你在这个行动里面 你自己 体会到一些什麽的事情呢 那 我想呢 因为那个行动呢 完了这四十日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出了一本的小冊子 那就是一个仇虎节的崇拜 是 叫做路宿虎路十四站 那我们就在桥底那里举行 嗯 那都有几百人来参加的 嗯 那就 正如正如我所说 那上帝就透过这四十日呢 本来我们一无所知 一无所有的 那但是呢 透过这四十日之后呢 上帝给我们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朋友 是 那有很多的故事 那呢 就先可以写到这一本的虎路十四站 嗯 那里呢 那里呢 是我们头四十日的一些故事 那 那我的手头呢 就有啊 林牧师说的这一本 露宿虎路十四站的这本小冊子 或者我在这里呢 呢 都读一小段呢 就是寿虎折默想崇拜 林牧师的赞文给大家来到去感受一下 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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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口干 都给我乱祟 每日到冬天都着我鱼余 宴我父亲公请你近天嫁磊 无论你作一切 給予最妙小兄弟 理正恭敬上帝 接著很多人就關心了 特別有些傳媒的朋友 這四十日結束了怎麼辦 是不是要收隊 結果我們四十日結束了 都欲罷不能 一直做到現在 下個月我們就慶祝五周年 已經有五年的時間 其實我不是很想用慶祝的 因為我們當然想 我們不用去最好 那裏再沒有人需要露宿 我們最好越快收工越好 但是很不幸或者很可惜 我們目擊著這個地方 這五年來 其實需要不停的越來越大 而且在社會上 露宿者的數字最近都有上升 而且那些房屋的問題等等 政府過去這五年 基本上都沒有解決到 或者說沒有進步 其實這個情況 你們都盡力去關注 有沒有一些在過程中 你看到他們的生命被激勵 我相信要解決一個房屋住的問題 不再露宿 都是一個不容易的問題 亦都牽涉到政府的策略 很多的東西 特別我們都知道 香港的房屋樓價這麼貴 有很多東西都不是一兩日之間 就能夠來改變 我自己在聽的時候 我感受到 你都有一種很大的動力去關懷他們的需要 但是又知道在你的關懷的需要裏面 其實不容易達到目標 可以令到他們不再露宿 譬如在你們這個過程裏面 你抱著一種什麼心態來繼續 可以怎樣幫到他們呢 我想在過去五年 我們都很開心 認識了很多朋友 或者很多的故事發生了 由於我們教會這個工作 就沒有受到任何的資助 或者我們需要向誰誰呈交一個報告 所以我們在這個工作上 我們沒有任何的壓力 所以我亦給我們體會 做這個工作 不是我們的計劃可以計劃到 今年我要幫多少人上樓 帶多少人信主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能夠學習的 就是慢慢用忍耐的心去做 因為那裡始終是一些人來的 就不是說我派一碗粥給他 他就信耶穌了 或者我派了三年的粥給他 他就信耶穌了 上帝透過很多很奇妙的經歷當中 我們過去都帶了一些人信主 回到教會 洗禮 加入教會 還有一些很美麗的故事 但是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是我們很珍惜 很長時間工作回來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批評一些機構 只是去派東西 有沒有傳福音 我都跟那些朋友說 兩者並沒有一個抵觸 而且傳福音跟派東西之間的關係 就不一定沒有關係 或者一定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傳福音 就不是我們想像之中那麼容易 我們跟了五十個人說三福 跟四十個人說多少四律 那不是這樣的方法 那我們就透過很多大家的生命上的接觸 和交流去做 所以每一個的信主 每一個的仇勢 都是我們很感動的時間 我就很想聽一下林牧師 你說一兩個很感動你的個案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是輕足難書的 我們打算在二月底 我們五周年的時候 就將我們過去五年 因為我們每一次都有一些筆記 記下了 我們就好像當作一些很原始的資料 就會出版一本書叫做《橋底情》 那裡就有很多的人物、故事 我想最初 比較深刻印象的 我們就去大概行動的第十五天 就知道有一個婆婆過世 早一晚我還看到她 我還跟她聊天 她坐在地上 那一晚是一個很寒冷的晚上 到第二天我去的時候 這個婆婆就說 那些人告訴我她死了 於是當時我心裡很不舒服 那十五天幾乎我們每晚都見到她 幾乎我們每晚都把一些食物給她 她令我最深惡的是 我們每一次第一碗祝給她的時候 她都會很大聲地說 多謝耶穌 但我也不知道她是誰 自從那次的行動之後 提醒我 我們盡一切的辦法 希望獲得那些朋友的名字 我們知道她聖神名垂 這也是在我們的工作裡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後來有些朋友就教我 她說你想找這個婆婆 你打去醫院問 我於是打去醫院問 於是醫院就告訴我 她已經送去殮房 你打去殮房問 又打去殮房 殮房就說你打去警署問 於是我就求殮房的朋友 我說你可否給她死者的名字 給我一些資料 讓我在警署容易問一些 於是她就透露個名字給我 就叫做黎婉瓶 74歲 於是我就去警署問 我希望能夠跟她辦理這個後事 希望她有人的尊嚴 好像其他朋友一樣 她有個簡單的葬禮 她有人跟她去處理這些身後事 那警署那裡都很合作 或者說幫我達成這件事 但是因為警署做事有一個原則 就是這些喪事就要等他們 有兩個月的時間去調查 她有沒有親人 如果找不到 她就會通知我 所以我們就足足等了兩個月的時間 最後我就負責去刑司 領司 再在殯儀館裏面 就和婆婆做了一個很莊嚴的喪禮 這個也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學習 接著這幾年 我們都差不多陸續續 都有十次的喪禮做過 還有一些喪禮給那裡的朋友 會覺得這個牧師或者這間教會 真的不是來路過走過 或者被麵包走了去 真的關心他們 屬於他們 特別加上我在那裡睡 其實對於我個人來說 在那裡睡沒有什麼特別 我經常說笑 節省一些交通費 節省一些時間 不用第二天又再來 其實在那裡睡 對我來說是一個方便 但是對他們來說 意義很不同 他們會覺得很特別 這個牧師在我們這裡睡 是屬於我們的 還有他真的照顧我們 關心我們的生老病死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對於他們來說 所以這個也激勵了我在那裡 跟他們相處的關係上是非常之好的 林牧師 你們在關心這幫有需要幫助的人裡 你們有沒有設一些底線 比如除了你們為他們祈禱之外 有時候都在金錢上 我相信都是很需要的 非常之多 由於我們都不會論識 在金錢上 比如說有時候他們去看醫生 他很急的 如果你帶他去政府醫院 可能要坐三、四個小時 或者他的病情都不輕 有時候我們就會快快脫脫 我們就抓他去看私家醫生 或者再由私家醫生 再寫紙 再進入醫院等等 就希望他們盡快得到這個處理 又或其中有一個兄弟 他的腸有事 他出院的時候 他需要一些做口袋 去處理大小二便的事 但出院的時候 醫院只是提供一個給他 但一天就要用一個做口袋 於是我們就供應他每個月 每一天所需要的 而這些做口袋 就是三十隻要賣到七八百元 我們每個月就是這樣供應一盒給他 用一個月 很多時候可能一些機構 或者教會會擔心 你這樣幫他 很多人都找你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放心 就沒有別人找我拿做口袋 而很感恩 早幾個月這個弟兄 已經做了手術 不再需要做口袋 他很開心 我亦覺得這些是我們慢慢要學習 即是放下 有時候我們做的事 少數怕長計 如果有十個人來怎樣 有一百個人來怎樣 我想我們就見到一個 就做一個 有需要的我們去幫他 你不用擔心 很多人會擔心這些數字的東西 甚至你說錢 我們個別有些不同需要的人 他們是需要金錢的 我們都會在暗中去幫助 當然這個我們不會說 大事宣傳有錢派 當然是排了長龍去拿你的錢 但我們亦沒有這樣做 我們真的有需要 我們會在金錢上幫助他 即是你都會衡量過他的需要 是否實際的一個需要 甚至我試過有個兄弟 他起床 他說發燒等等 我就給他二百元 我說你去看醫生 他很久之後 他有一次和我懺悔 牧師那次 我沒有去看醫生 拿了你的二百元去做甚麼 叫我原諒他 我也不會特別加醫 當然 所以我們通常有病不舒服 我們寧願麻煩一點 親身帶他們去見醫生 在這方面也不會有錢過手 我們最緊要令他得到醫治 這個最緊要 林牧師 在你幫助這些群體裡面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需要 你們有沒有一些不同的策略 來幫助不同人的需要 會不會有些個案 是有些底線 有些情況下就會這樣做 有些情況下又不會這樣做 我相信 我不會告訴你 我們有一條底線 或者我們沒有底線 因為每一個情況 我們都要思考 要衡量 當然我們也會拒絕一些人 或者問你拿錢等等 通常關於這方面 我都是主動權 我覺得是控制在我手上 我不是被動 他問你甚麼 你就給甚麼 我們自己會衡量 林牧師 你們服侍這個群體 你們的動力是怎樣來的 當然你說動力是來自 我們這四五年 也陸續有新的朋友加入在這裏 我想他們都是受到感動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或者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政府不是有很多資源 或者說很多機構在這裏做 但是也有朋友觀察到 我們這個團隊做事的方式是有些特別的 其實我也觀察了很多 和政府有關的部門或者團隊 他們去服侍勞宿者 他們是提供很多的服務 但是他們就是沒有了所謂的關懷 他只是在一個寫字樓上 讓你們上來有甚麼要求 我和你申請 和你見甚麼 那些當然重要 但是我們教會就可以補足到一些 如果你在正常政府等等 是不會幫到他 譬如他一個人走都走不到 你說政府有外展社工服務 那你何時等得到外展社工 剛好走過去請你去醫院 之後我們這樣行常 在那個地方出現 或者剛剛星期二晚 星期三早上在這裏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會第一時間幫到他 我們都曾經試過 我還以為今晚去到那裏 應該好好睡一覺 剛剛想睡的時候 牧師牧師那裏有一個不能動 又要去醫院 我記得那晚我和他在急症室 和這位朋友坐到三四點 都未有醫生見他 我都開始發猛症 跟那些姑娘說我沒有病 都坐到有病 我可不可以看看他的情況 因為他都很嚴重 這個姑娘於是又和他重新做一次的 我們叫做分流 測試他的生命指數各方面 接著就給了他一顆退燒丸 他說為何現在給退燒丸 他剛才進來的時候已經發燒 他說他剛才燒到那個溫度 就未知道可以吃退燒丸 現在坐了四個小時 就到了 到那個溫度 都很感恩那次 之後就等了一個小時 後來這個病人就是要隔離 深切治療部都住了幾天 跟著再送去附近一個療養院 住了三個月 你可以想而知他病的程度是多少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你靠他們自己 或者靠一些服務 未必敢去到位 我想我們教會 或者我們這個行動 就補足了很多這些關心 其實每一個個案 每一個接觸的路縮者 都不一樣的需要 但是看到是一份的熱誠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方法 來對他的關懷呢 你去到那個地方都一段時間 會不會突然間 今天來的時候 多了一兩個 是新來的人呢 你有機會又可以接會 會不會這樣 那裡的人口 基本上每一次都不同 即是樓勢都很大 流動性 可能你今天去到 不見了誰 可能坐牢 可能上了樓等等 第二可能一年後 這個人又出現了 可能剛剛放牢出來 可能他又不知道去哪裡回來 所以我們每一次去 都是懷著一個很期待的心 或者交託的心 你不知道每一次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是我們又相信 每一次上帝都有新的事情 讓我們看到 所以我們不會說自己很有經驗 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每一次去都是一個冒險 一個新的學習 我想這樣看 即是經歷了這麼多年 通常你們的關懷 比較多在晚上的時候 才會出去做各個關懷 還是其實日後都一樣會做 基本上現在我們沒有分別 特別是晚上或是日後 不過我們的時間是星期二 晚上就去到 我們睡醒後 就會去附近一間餐廳 買麵包 回來派給他們 然後我們有一個橋底的茶經班 就一直去到中午 所以我們日夜 這個就是恆常在那裡出現 其實在周間 我們有很多大家交流的時間 比如星期日 我們有同工 就會特地去到深水埗 去接那些朋友 回來收基灣去參加崇拜 比如其中在那個中間 他們需要去見什麼部門 或者申請 或者上法庭 或者醫院 或者探監 所以不只是在星期二、星期三 星期二、星期三 星期二、星期三 就是我們主動可以控制到的 其他他們有什麼事 我們都盡可能去參與 或者去幫忙 其實都是一個團隊 因為都不是林穆斯 你一個人 要面對這麼多不同的需要 都是一個團隊 剛才你說的一個橋底茶經班 我都覺得幾感興趣 在橋底對一班老宿者 有茶經班 反應是怎樣的? 反應現在他們有幾個朋友 有些是在這裡住的 有些是曾經在這裡住的 我們有一個姊妹 她很熱心宣教工作 也曾經去柬埔寨服侍 她就看到這個需要 於是她也很用心去預備這個茶經班 預備的資料 有不同的朋友加入 我想這個也是非常之好的 而且他們在茶經班裡面 那個反應和表現的參與性 是很高的 不只是一言堂就聽 他們有很多問題 以及他們會準備 明天去查哪裏 他們會預先提 非常之好 他們會有心來預備去查經 那果效你們看到 是幾好 真的能夠做到 將這個福音帶給他們的機會 我自己經常看果效 功利的問題 我就不是看得那麼重 我們真的不知道果效是怎樣 也不知道果效什麼時候會發生 我們只知道我們有機會 有得做 我們就盡我們的能力去做 我剛才說 我也不會給自己壓力 今年要有多少人信主 或者要有多少人什麼 因為確實他們每一個都是活生生的人 有些很受你感動 有些你認識了四年五年 他也是這樣 好像最近我去探望一個朋友 他跟我們的關係都很戲劇性 他試過在我們晚上開祈禱會的時候 他就特意開大聲收音機 有時他側起耳朵聽我們說話 不合聽會罵我們 後來他犯了事 就坐牢 當時我心想 終於可以清靜一下 誰不知他透過監獄的福利官 就說要林穆斯去談他 他主動要我談他 我還打算不理他 於是我又去監獄探望他 他見到我便很開心 第一件事就跟我說 林穆斯,不好意思 我喝大了 跟我懺悔 到再一個月後 監獄福利官又打給我 他在監獄中了風 突然送他去醫院 我又很緊張 第一時間去醫院探望他 他又去到醫院 很開心 跟我說見證 剛剛聖誕節的事 哎,牧師 有人來報佳音 講得非常之好 等等 真的可以 我本來起不了身 我祈禱 耶穌救我 祂救我 我便很感動 想著跟他做個祈禱 他一見到我說跟他祈禱 他於是便很緊張 牧師 不要逼我洗禮 我相信耶穌 不過我都相信佛祖 我覺得這些就是 他好像一個小朋友 當然後來他都很開心跟我一起祈禱 我們不需要勉強 或者逼他 他的信心走到這個階段 他可以說得到他跟耶穌的關係等等 但是我們也是明白 可能他信佛祖 信了很多年 或者他家族上是這樣的 你要他一下子放下 可能我需要忍耐 需要一些很多的 等候 同情的感覺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為祈禱 將來到有一天 他真的完全去相信耶穌基督 那完全不是我們去操控 或者掌握在我的手上 所以我就說 你放心 你相信你的佛祖 總之我為你祈禱 他便很放心 知道我沒有逼他洗禮 那我們就繼續做著朋友先 每次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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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便我恐慌 每次唐醫院 給我力所需 然我父親公 請你盡天家裡 無論你作一切 給予最渺小兄弟 你正恭敬上帝 你正恭敬上帝 特別他們在幫助這些有需要的人 能夠顯出基督的愛 在他們的當中 這也是好像學校中耶穌 看到有人的需要的時候 他便去幫助到那些有需要的人 在服侍的過程中 有時候都會疲 會疲乏 特別你面對每一天 每個個案 都有不同的挑戰 你怎樣感受到神 來去加力給你們呢 好像剛才你說 有時候都需要陪人去醫院 甚至到半夜 都很疲倦 有時候做到缺乏力量 我想我自己沒有這樣計 因為我自己開始這個教會 今年已經是第20年 這個工作已經5年 我想過去我個人的經驗也是 很多事情不是我們計劃 我們想這樣做或者不想這樣做 或者如果你當它是一份工作 我已經收了工 我與我無關 那你就做不到 無論是對家人 或者對教會的人 我相信我們不是用這個工作時間 的界線去衡量 其實我不是告訴你 我是24小時忙到不可開交 不是這樣 那我相信你是開放自己的心靈 那如果有幫助有需要的 那你是盡量都會幫到 那這個我也看不到 你和家裡那裡會很大抵觸 那你當然不會放下所有事情 什麼都不做 那我都要帶著整間教會 那我教會的工作都會繼續做 家裡繼續做 就是你家裡你是那個成員 你會繼續在那裡參與 那就是教會也是一樣 那我就這樣看 就是當你來參與這些工作的時候 我很相信對你自己本身的教會 都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力 可以帶來去鼓動到 在你教會裡面的一班的肢體 你都怎樣看福建的工作 是嗎 我想不單是自己的教會 當然自己的教會 我們就一直這五年我們都一起在這裡做 反而就帶動了其他的教會 是 其他很多教會都知道我們是做 我們怎樣做的 可能他們來問你 或者可能來大家交流一下參觀一下 我想這個也有意思 有時候我都會去到一些學校 去到其他教會去做分享 我想這個就是給啟發性很重要的 我記得大概兩三年前我們有一次打風的時候 因為全民的颱風很厲害 我們的同工就派出了 特地去到那裡求他們 你過來教會睡一晚 就是危險 都有一些堅持 留守家園 沒有走 其他有些都有十個八個跟我們在教會睡一晚 這件事後來都放了上網 有些人知道或者有其他教會知道 他們都覺得這個很美麗的見證 原來教會除了做崇拜之外 都可以在這些風頭火勢的情況之下 可以開放這些有需要的人 到去年又有一個大風來的時候 我很開心知道有好幾間大教會 他們開放 即是今晚你容許我領工 就受到我們這間小教會的啟發 即是我們這間小教會都做到 那麼你這麽大的教會 是否鎖上門檻呢 我自己覺得 變成那次我的小教會 反而不用開了 即是說如果能夠每一間教會都 衡量他們自己的能力 時間等等 或者一個心 我覺得這些不單止是激勵到自己教會的頂姐妹 其他教會的頂姐妹 他們都會反省 為什麽人家這間教會可以做到 為什麽我的教會做不到 我想這個大家互相的激勵很重要 所以有時有些教會開展這些社區的工作的時候 可能有部分頂姐妹未必接受到 可能我們認為是我們付出這麽多去幫助人 但我們其實假意時日 你會看到上帝是透過這些工作 祝福你的教會 甚至祝福這個社區裏面其他教會 他們都打開他們的眼睛 原來這些是我們每一個信徒 每一個教會都應該做的 為什麽社區有十間教會 只有一間在這裏做 其他那些都會不枉多樣 一間影響一間 那個見證就很大 我相信有一件事真是生命影響生命 信徒之間都彼此有一個影響 現在你們的教會有多少人 你們的教會有多少人 我們的教會大約一百人 一百人 或者林牧師你講一下 你昔日怎麽樣看到這麽獨特的使命 來建立這間教會 其實沒有什麽獨特的 我自己覺得生命上很多事情 我經常說不是我的計劃 好像你說去睡街 我想回家 這樣逼於無奈 牧師今晚在這裏過夜 一個呼喚 開始了我睡街 而這個教會 就是一初 因為我在其他教會都有服侍 我覺得在其他教會的服侍 可能因為很多的制度上 或者心態上 很多時候都變成一份工作 因此我想一下 我當時在講二十年前 我都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我蒙照去牧羊 是否等於一份工作 是否上班下班出糧 後來我構思 剛剛我有一個地方 另外有一個給我年長的牧師 給我很大的激勵挑戰 他說林國章你沒有試過自己開荒 我就是這樣 開始了這個教會 當時只有我太太 我兒子三個人 這樣去開始 我們嘗試將一些我們 在信仰上學到的 或者在神的領受的 我們盡量在這個教會發揮出來 在其他的堂會我服侍的時候 未必有這個空間給你去做 可能你認為這樣做 可能同工或者上司 可能未必同意你 變成這個堂會 我經常說 做到你不做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應該做 但是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反而讓我們盡量發揮去做 我想這個堂會這二十年走的路就是這樣 我又看過一些文章 知道林牧師的教會這個善樂堂 很著重音樂的 他們都很強調透過音樂 來傳遞一些愛的信息 原來林牧師是進修過音樂的 他的音樂奏藝都是很高深的 他不只能彈、作、唱、唱 這一點上帝給林牧師的恩賜 我想請林牧師來再講一下 其實我在教會長大 很喜歡音樂 我經常說音樂是教會影響我多些 所以在這個教會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每一間教會都著重音樂 但是由於我自己在這方面有研究 因為我在大學也是讀音樂畢業 所以我自己在詩歌的研究方面 我自己都花了一些心思 可能因為我也是一個懂音樂的牧師 所以有些其他懂音樂的弟兄姊妹 他們也很開心留在這個教會 其實他們很多是很傑出的音樂家 包括唱歌、拉小提琴、彈結他、作曲、編曲 也有些人問我 為什麼你可以留到他們在這裏 其實他們每一個都比我厲害 我就說我的方法是欣賞他們 不是排斥他們 我亦希望每一個弟兄姊妹 在我這個教會都能夠欣賜上面得到發揮 所以他們也很開心 所以現在我們差不多有專職的音樂人才 都起碼有十個 所以相反我在教會 就碰音樂的工作或者時間 我就不需要放那麼多 因為詩歌班等等 就有這一班的弟兄姊妹 他們就會負責 但是當然我們就會互相配合 互相激勵去做 情況是這樣 在我的手上 有一隻光碟 就是剛剛林穆斯送給我 叫喬底歌 很特別的名字 喬底歌 就是喬底唱的歌 或者林穆斯介紹一下 這隻光碟的創作 甚至有些體會 我看到封面 就是一班的弟兄姊妹 帶著音樂結他等等 在喬底唱歌 我感覺是一個很溫馨的場面 說一下 這些場面都經常有發生 其實我四年半之前 就開始了一個翻譯聖詩的工作 就將一些世界各地收集回來的聖詩 就將它翻成廣東話 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開始這個工作 配合我們在喬底的工作 以及我會特別留意多些 關於社會關懷的一些詩歌 一些差遣的詩歌 讓我發現有些詩歌是非常美麗的 也是配合我們在喬底的工作 所以當我們做這隻唱片的時候 我不是找教會的音樂家 或者是詩歌班去唱 主要去參與製作的一班弟兄姊妹 就是有參與在喬底服侍那些弟兄姊妹 我們只是用了三個晚上 錄了這十隻詩歌 我自己也很詫異 他們不是一班行常有練習等等的弟兄姊妹 但是我留意到這班弟兄姊妹 在那幾個晚上是很開心 我一直在思考 為什麼他們唱得這麼開心 因為詩歌的內容正正是我們正在做的事 即是說我終於明白了 我們所做的和我們所唱的 和我們的生命結合的時候 那個喜樂就會出來 還有為什麼我們唱一些歌 沒有心機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唱什麼 唱就還唱 可能又做出來又不是這樣 但是唱這些詩歌的時候 就是我們正在做的事 舉一個例子 有一首的詩歌 有一首的詩歌叫 《根基學者同座吃渴》 這首的詩歌其實只有五句 是一首德國的詩歌 我們翻譯的時候 實在我自己翻譯的時候都很開心 好像有一個重大發現 這首詩歌就是 他沒有敬拜、讚美 沒有這些平時我們在崇拜當中看到的字眼 清揚等等 他只是說五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跟那些飢餓的人分享我們的糧食 第二句就是 我們幫那些無助的人去說一些好話 幫他們安慰他們 第三件事就是 我們唱一些歌給那些苦老的人聽 希望他們能夠開心 第四件事就是 我們分享孤單的人 分享我們自己的住處 第五件事就是 幫那些沒有盼望的人 找到人生的目標 那這五件事就是 我們每一個信徒應該做的 而這個詩歌有五節 就是這樣重複唱這五句說話 每一節就唱四句 就將這五句說話重複了四節 所以我們在橋底音樂會 或者一些聚會的時候 我們好像當主題曲這樣唱 因為這些內容正正就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來的 為孤單者同住一屋 幫失喪者建立信心 同貧寒者分享偉涼 望無言者說句禮遍 跟悲傷者長壽愛過 要孤單者記住你的 向迷逃者找新方向 跟貧窮者分享麵包 跟忧伤者旋盛祝福 跟悲伤者唱黎智歌 要情怒宿者该共上 荒迷逃者走新目标 例如另外一首叫做 《如若我可帮助人》 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做诗歌翻译的工作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邀请我去参加 一个马丁路德金牧师的研讨会 我突然间那天就想 马丁路德金牧师 安息礼拜唱什么歌 让我找到这首诗歌 我看完之后 就很感动 我想着马丁路德金牧师 会不会唱一些革命的诗歌 唱这首 如若我可帮助人 我相信这也是马丁路德金牧师的生命 他希望他的一生不会枉过 每一分每一秒 他都会珍惜去帮助人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诗歌 暂时来说 中文版本的圣诗 就是只有这个版本 英文的都有 另外一首 就是我们的主题曲 叫做 无论你作一切给予最妙小的兄弟 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提醒 我们去到桥底服侍 不是去服侍那位很可怜的婆婆 很可怜的伯伯 不是我们去服侍耶稣基督 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 你去服侍 是最少一个服侍在我身上 所以我经常提醒我的大兄姐妹 我们的传心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当是耶稣基督 这样去服侍他 还有诗歌的内容 为什么我们唱的时候很开心 因为他说 每一次我饥饿 你就让我吃饱 我无法归家 你就接待爱惜 每一次我口干 你就让我暖水 每一次到冬天 都吸我雨涌 这个我们就是在做这些东西 特别我们在桥底的工作 我自己给自己一些原则 例如我们带去的食物 是我们自己都喜欢吃的 而不是一些过期的食品 或者家里没有用的东西 拿去 这些很多时候 我们去扶贫的心态就是这样 你有两件衣服 一件旧一件身 旧一件拿去桥底 那我们试过 有些人他们收集寒衣去桥底派发 两大袋 五大袋 一打开 没有一件是对他们的 那我们的做法 就是去问他们 你喜欢什么颜色 你穿大马 中马还是小马 那我们每次去问五个 那我们下一次就为这五个朋友 就拿对他们的衣服 去送给他们 那这个就是正正我们 诗歌里面所说的 就是我们正在做的 例如他说 我每次忧伤 你给我揭晰 每次在监狱里面 你来探访我 每次我担心 你拘去我的恐慌 每次在医院 你又给我有力量 那这个诗歌 其实是圣经耶稣所说的 就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激励和帮助 所以其实这个桥底歌里面 每一首歌 都是我们很开心去唱 给我们在桥底工作 一个的鼓励 我听林牧师一直说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感受到 如果我当中其中一份子 我们唱的那样东西 就是我们落实做的那样东西 其实那个心灵的 那种的回响 那种的兴奋 是很能够震含我们的 人的需要 你给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真是我们生命里面 一个最美善 从上而来的一个恩惠 来到这里 我们也很想林牧师来说一下 其实你人生 你何时得知到上帝 很清楚的 叫你去进入这些人群的当中 其实我自己 由于我真是幼稚园 小学 我都是教会学校读书 或者我自己的性格 或者个性 我又很喜欢人的 有人的地方 也是由于我成长的时候 教会就有很多的导师 或者神学生 他们都是东南亚来的 还有他们是非常之有宣教的心智的 所以这个我想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缺制做传道人 是大概11岁的时候 11岁 在那些下令营 我以后我将来做一个宣教士 做一个传道人 所以这个种子 就很小过在我心里面 也很感谢一直看着我大的导师 几乎每一年都在监察着你 关心着你 怎么样林国璋 心智有没有磨灭到等等 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 20岁左右 21岁我就进入神学院 在我自己来说 就觉得很正常 这是我自小的一个心愿 也是音乐方面的学习 都是这样 上帝也被我一无所缺 他知道我在音乐方面 是有兴趣或者有负担 他也安排我 有机会去到大学读音乐 也有神学的训练 所以我觉得这几样东西 都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完全两者不会有什么抵触 所以在音乐上面 在士奉上面 就成为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伙伴 你从来对信仰都没有怀疑过 或者不是一定怀疑的 或者你会是 可能有一些东西 或者有没有人生遇到一些东西 成为你在信仰里面的挑战 我想在我成长的时候 然后也有一些比我大的哥哥姐姐 或者他们会离开教会 我想很多教会 或者很多人都会经历这件事 你回到教会之后 可能觉得教会是为何这样的呢 特别因为我成长在教会70年代 有些哥哥姐姐喜欢留长头发 喜欢弹吉他 或者喜欢穿牛仔裤 在那个年代都是不被允许的 你弹吉他 长头发 即是说你飞仔 甚至那些是魔鬼的乐器 也不要说打鼓那些 现在大家看到很多礼拜堂 很多传统严肃的礼拜堂都有估计 这是经过几代人的增赚 你想想以前弹吉他那些青年人 都被牧师赶走了 我想当时的青年人都问一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福音是否在教会四面墙荡漾 是不是对外面发生的事到处不理呢 去到80年代我读神的时候 就碰证香港有这个前途问题 97的问题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信徒 都不能够缺席的 因为我们都是跟那里的百姓走在一起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路逼我们去想 然后你就看到后来有六四事件 我们很多的信仰反省在当中 我们是不是在教会当中 唱诗祈祷读经 对世界上的事不文不文呢 我想这些都是在我受神学训练的时候 都是冲击着我们这些问题 所以我到你出来做牧师传道的时候 你就会对这些事情特别关心 我想都容许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 有他的思想 有他的挣扎 我们只能够跟他一起去思考 一起去度过一些难关的时间 我自己个人在事碰上都会经历一些 你说不开心或者你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找紧的就是我们的呼召是来自上帝 任何的人都不可以用他的手段 或者手法去将你这个呼召拿走 我也鼓励如果在一些这样的处境的同道或者同工 我们都需要很努力 在一切的你侍奉的低潮当中 都找紧着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这个就没有人可以拿走的 如果你自己放弃 就是你自己拿走 当你不放弃的时候 上帝一定有很多的出路可以开给你的 我很多谢林牧师给我们的鼓励 我深信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 当我们愿意持守的时候 上帝会为我们预备出路 节目来到这里 我就想请林牧师 从你服侍的历程里面 给我们一些你的鼓励 我想我每一首诗歌都有一些经文在 我想刚才我提到那一节的经文 我们服侍在最小的身上的时候 就是服侍在主里面 另外上帝都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个召命 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这个召命 上帝给你的呼召 我们能够去为主好的工作 很多谢林牧师 他很平实地介绍了他的工作 他突破了教会的四面墙 走到人群当中来到去服侍 一帮有需要的弱势社群 在圣经约翰一书有一段经文 他说我们爱 因为神才爱我们 我深信 林牧师和他的团队 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爱 所以他们就能够得着这个能力 来到去爱 那些有需要被关怀的人 很盼望林牧师的信息 鼓励我们去尋我们的使命 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人生路 也透过他们所做的事 来让人去看到神的美善 就像耶稣基督一生所行的 好 多谢大家 多谢林牧师 多谢 Lemba original bos Bun 如让我可帮助人 如让我可帮助人 不敬意去爱 如让我可安慰人 幸日守思 angle 如让我可招良人 勉别人行错 行到每天一生不忘过 仁慈一分一刻 愿爱死 仁慈一分一刻 不忘过 如若我可帮助人 不经意行过 行到每天一生不忘过 如若我可感动人 主基督牺牲 如若我可交道人 主福生在乎 我住基督 写罪佑 主世仲罪我 行到每天一生不忘过 如果你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 请打电话 416-788-3322 常乜在下雨天 人生有他一定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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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有他一定会赢